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由亚洲电台的军事无禁区栏目 我是栏目的主持人齐乐义 今天谈后勤对战争的重要性 打仗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打后勤 正所谓兵马未动 两朝先行 美国若要协防台湾 抗击中国入侵 最困难的也是后勤问题 中国人很早就懂得后勤的道理 汉高祖刘邦看得最清楚 史记记载 项羽兵败自杀后 刘邦平定天下 于是论功行赏 群臣争功 吵了一年都没有结果 刘邦认为丞相萧和的功劳最大 封他为侯 并且名列第一 群臣都不服气 认为萧和没有上过一次战场 在后方 他只会五文弄墨 功劳竟然在群臣之上 这个时候就有人说出刘邦心里的话 楚汉相争五年 刘邦每一次损兵折将 都是萧和把新兵从后方送往前线 楚汉大军在行阳对峙多年 汉军没有粮草 是萧和从后方通过水汉两路 把粮草运到前方 刘邦在外作战多次丢失大片土地 也是萧和站稳了后方官中之地 汉军无后顾之忧 这是万事之功 超过功臣略地 萧和攻略第一 当之无愧 刘邦听完大为赞赏 从此群臣不敢多言 美国也有一些类似的例子 二战后期 担任南太平洋战区最高司令的 美国海军上将哈尔西 他曾经说 每一次经过推土机 他都想停下来亲吻他 一位海军上将应该更关注航空母舰 怎么会说要亲吻推土机呢 原来这句话有他的战略背景 当时美军执行跳岛战术 在广阔的太平洋 占领一些关键岛屿 使它成为军事基地 然后绕过一些防守较强的日军据点 快速推进到下一个岛屿目标 逐次地逼近日本 而不是直接从数千公里之外 直接进攻日本本土 实施跳岛战术 要有高度的灵活性 和迅速的后勤支持 尤其需要推土机 在所占岛屿 快速建立机场与港口等基础设施 支持空中和海上的攻击行动 有鉴于此 哈尔西表达他对推土机的重视 这也反映了后勤在军事战略 和战术中的重要性 它的作用在执行跳岛战术期间 有险突出 美国空军空中机动司令部的 特别项目主任布雷默上校 12月5日在美国国防新闻周刊 发表评论指出 哈尔西上将奉行后勤赢得战争的格言 在通往胜利的道路上 他克服了距离海洋时间和规模 这四大难题 或者说四大严酷的挑战 但是这四大难题 放在今日的印太地区 将会削弱美国对中国的威慑力 尤其是对美国空中力量 在台海地区的威慑作用 布雷默指出 五角大楼的规划者 需要了解这四大挑战的交互作用 并且寻求对整个问题的解决方案 而不是解决个别问题 换句话说 美国国防部需要新的想法和思维 避开支援台湾 而要面对严酷的后勤挑战 第一项挑战是距离太远 布雷默说 美国大陆与印太地区基地的距离 是与欧洲基地距离的两倍 也就是从5000多公里 扩及到1万多公里 这个距离拉长美军的补给线 导致更大比例的美军 被分配到尾巴的部位 也就是资源和维护的后勤单位 而不是分配到牙齿部位 也就是直接参与战斗的作战部队 与此相反 中国距离台海战区 一水之隔 后勤简化 能够迅速集中兵力 这种地缘上的不对称作战 有利于北京 不利于美国的威慑 下面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好 继续来谈 第二项挑战 是广袤的太平洋 它不仅增加美国军机和舰船攻击目标的距离 还限制美国对前沿基地的选择 美国军机需要空中加油 才能够抵近台海周边 并且返回附近的有限基地 解放军有可能通过 击退美军加油机实现空中拒止 甚至可能取得空中优势 尤其在援助台湾问题上 海洋地理的限制 以及中国的导弹威胁 大大削弱美国的威慑力 第三项挑战是时间的压力 美国的威慑之所以有效 取决于快速反应 如果美军抵达冲突地点太晚 就失去了作用 美国战机可以在几个小时内 从西海岸飞越太平洋 但沿途需要加油机的资源 从而增加24至48小时的准备时间 此外 以往把美国大量武器装备 部署到战区需要几个月的时间 而且是在美军掌握主动权的情况下进行 在台海地区 中国将掌握优势 第四项挑战是用兵规模 一旦与中国发生冲突 美国后勤的规模和复杂程度 将非常惊人 中国正在规划 使美国的后勤资源变得更糟 布雷默认为 真正的危险在于 中国领导人认为 在美国集结足够兵力之前 就可以解决台湾问题 成为既成事实 因此 快速动员和部署 并且维持美军的能力 是有效嚇阻的关键 为了能够解决距离和时间的限制 美国可以在前沿地区 部署更多部队 但是如果没有更多的基地选择 美军最终将要集中在大型基地 很容易遭到对手的率先打击 为了减轻这种威胁 美国可以尝试 在第一岛链内 更广泛的分布兵力 然而兵力分散 会加剧在大片水域作战的难度 同时增加后勤和维持的规模 与复杂性 对布雷默来说 目前没有什么灵丹妙药 能够使美军在印太地区的 后勤和维持 变得更容易 更快捷 或者更有效率和效力 布雷默的分析 说中了要害 但并非全对 未来的发展 也不是那么悲观和无解 美国历来打的高科技战争 除了极少数的兵力 从本土长途奔袭 绝大多数都从战区周边基地出发 比如1999年克索沃战争 北约13国参战 6国提供后勤资源 美国派出各型的飞机304架 其中6架B-2隐身战略轰炸机 从美国本土起飞 其他全部从欧洲基地起飞 在中东战场更是如此 美国在海湾地区的军事部署 形成弧形珍珠链的态势 北线有科威特 中线有卡塔尔和巴林 南线是阿联酋和阿曼 其中科威特是美国在海湾 最重要的军火储存基地 反观 美国在印太地区 确实没有像在欧洲 和中东绵密的军事部署 都是双边而不是多边的联盟 近年美国正在补强 在北京眼中 以美国为主导的亚洲小北约 逐渐成型 关岛基地正在扩建 包括在关岛附近的天宁岛 扩建机场 第一岛链重新建构 美日安保也在转型 特别是美国使用菲律宾的军事基地或据点 从五处增加为九处 其中三处选在吕宋岛北部 有明显的针对性 发挥前沿威慑作用 同时美军正在亚太地区演练 并且测试分散式作战构想 也在积极推展远征前进基地作战概念 探索北京眼中所谓的新的跳岛战术 或者称挖跳战术 主要是指美国海军陆战队F-35B 垂直与短长起降型战斗机 能够在更小 更简陋的岛屿上的直升机外围机场起降 以上种种都在说明一件事 美国正在西太平洋地区 筹建更多的军事基地 补给站和岛屿据点 以缩短后勤补给的距离 难度很高 但并非无解 下面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好 继续来谈 前面提到距离 海洋 时间和规模 是美国协防台湾 抗击中国入侵 面临的四大严酷挑战 聚焦在后勤的问题上 而更重要的挑战还有 中国的防区外中远程精确打击能力 比美国历次的作战对手都要强大 使得美军的飞机和舰船 很难靠近中国近海 保持在距离中国沿海之外的 一千多公里处比较安全 而这个距离是美国战术飞机 包括航母舰载机作战半径的极限 需要空中加油才能够进入战区作战 但是 解放军有可能通过 击退美军加油机实现空中巨直 甚至可能取得空中优势 使得美军在台海地区作战陷入两难 为此 美国提出在亚太地区 部署新型陆基中程导弹 从更远的距离威慑并且阻止中国入侵台湾 避免美国的飞机和舰船靠近台湾 中程导弹也可以提前预置在亚太地区 省去战时的后勤问题 一举两得 美国太平洋陆军司令弗林11月表示 明年将在亚太地区部署新型中程陆基导弹 作为阻止中国侵犯台湾的手段之一 包括陆基战斧及标准六型导弹 前者射程2500公里 后者超过1000公里 这将对中国造成极大的威慑力 因为导弹的反应最快 涂穿防线的效果最大 可以抵消中国的中远程精确打击能力 而且一旦撕开中国主要防空与反舰防线 美国的军机和舰船就可以顺势进入台海周边作战 不过中国的中远程导弹有可能先发制人 打击美国在亚太地区部署的中程导弹 美国又该如何应对呢 这里出现一个战略模糊地带 美国担心中国先发制人 可能是基于敏感 美国从来没有明说 可以在冲突发生前率先反制 对中国进行源头打击 而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威慑 去年底 日本政府通过修改后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 等三份安全保障文件 其中最重大的改变是 日本可以拥有以自卫为目的 摧毁他国疆域内导弹基地的反击能力 也就是对敌基地攻击能力 打破长久以来 日本坚持的专守防卫原则 日方认为具备有效反击能力 将对敌方产生威慑 也能阻止对方进一步的武装袭击 日本做得到 美国就更有实力做得到 当前美国需要把源头打击 明确化 公开化 并且纳入政府层级的兵推之中 充实并且壮大 美国更加需要的威慑力 才是长久之计 听众朋友们 您现在收听的是 自由亚洲电台的军事无尽缺栏目 我是栏目主持人齐乐意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再会 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